你对这个高秦好像有所不同 嗯 他是先帝留下来的人 很久以前就已经在宫中当差 那会儿我还在废宫里时 他是宫中除了三宝之外 唯一一个没有为难过本王的人 庆云帝那人当真是无耻 自己应付不过来南越的人 就大半夜的劳烦着外公跑着一趟 您身子本就不太好 要是着了凉 我跟他没玩 哪就那么虚弱了 外公 您是什么时候知道 是善王朝你下毒的 就高秦来找我的时候 你也未必太大胆了些啊 当众朝善王下毒 就算他是死在宫中的 南越论真追究下去 你依旧逃脱不掉干系 那总不能让外公白白受苦了 要是您 之前他险些害您性命 您又何必替他求情呢 不是替他求情 是不想你们招惹麻烦 我知道 你是想替我和你舅舅他们报仇 可是善王身份特殊 就算不为这大晋和南越邦交 他也不能死在京城 外公 那善王不就是南越的王爷 有什么特殊的 之前您在外面说 他不仅仅是南越的王爷 他还有什么别的身份不成 我很早之前查过善王 他的确是南越皇室的人 也未曾见过 有何特殊 你们可知道巫族 外公的意思 善王跟巫族有关 不错 阿音或许不怎么了解南越的事情 可是王爷应该知道 南越跟巫族之间的关系 这些年 巫族一直派有族人留在南越皇室 守护南越皇室之人 对外也宣称是南越国师 他们几乎大半时间都留在南越皇城 寻常之时也不会插手南越与其他几国之间的事 可一旦遇到生死存亡 或者有人危及皇城以及皇室时 就会断然出手 王爷应该知道此事 这跟善王有什么关系 善王身上有巫族血脉 是被巫族认同过的半个族人 王爷难道就没奇怪过 他手无兵权 也并非是南越当代国君的亲生子 可是南越皇帝却对他纵容至极 不仅让他地位高于他一众亲子之上 甚至就连善王在皇城肆意胡闹时 也从未训斥过半句 所以当年巫族打入南越皇城 险些灭了赵氏皇族 后来却突然罢首 反而变成守护南越皇族 就是因为善王 不全是因为他 不过也有他的原因 可是据我所知 大越国巫族之人 从不与外族人通婚 且极为抗拒 其他人污染巫族血脉 他们怎么可能跟南越皇室的人生下孩子 善王的母亲 该不会是当初巫族失踪的那个圣女吧 不错 他母亲的确是巫族圣女 外公怎么会知道此事的 巫族圣女的事情 一直都不为外人所知 就连阿渊之前派人查探 也只知道 那圣女失踪之后下落不明 也没查出 巫族为何会跟南越交好 南越将善王的身世瞒得死死的 恐怕就连南越皇族都鲜少有人知道 他是巫族血脉 您是怎么知道他是巫族人 而且还是巫族圣女之子的 我早年间曾经四处游学 也曾经去过南越 侥幸见过那巫族圣女一面 所以才会知晓一些事情 他们在整个人里面 我 你 我